大家早上好啊 今天是最后一次啊 我们来谈这个阿尼达的故事啊 谈这个 走向自由的最后一集吧 就是说心里话 非常复杂的心情啊 就像你跟一个恋人分手的时候啊 这个又有这个三分的高兴 又七分的忧愁 或者反过来啊 七分的忧愁 三分的高兴三分的忧愁啊 就像我那个前太太 那上海那个前太太 这个离婚官司打下来 最后这个判下来 离婚 那个瞬间啊 我这个感情是非常的复杂啊 一方面说 终于这个完成了啊 这个终于这件事情了极了啊 这个人就再也不会来骚扰我了 当然当然不知道了 那么有两个小孩嘛 那以后还是要来的嘛 对吧 至少是暂时啊 这个这个 他不能来骚扰我的生活了 但是呢 也确实有一种那种 那种 恋恋不舍的那种感觉 确实是有啊 觉得 哎呀 这个 怎么说啊 呃 就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嘛 对吧 究竟做了四年夫妻 生了两个孩子 对吧 同床 共枕啊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对吧 你怎么可能就是说 一到时就剪断了 真的 我也是很佩服他这个人啊 这个一个年轻女子 有那样的这个魄力啊 我是没有啊 那个小叔也是啊 这个说心里话 我是真的不想再提起啊 这个故事 就算是完了 但是呢 说到要完了的时候 我确实有有这一点 好像恋恋不舍似的啊 那么今天就讲了这个后继了啊 就是说把一些呃 这个故事中的一些东西 要把它理清楚了 对吧 让大家这个读者呃 不要留下一个遗憾 或者留下太多的呃 这个富翔林篇吧啊 呃 那天呢 就是说呃 我离开奥斯陆的时候 我确实是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呢 已经是不行了 就是我必须离开奥斯陆 其实我车开出去的时候 往那里开 我都都没有太想 就就一下就开了高速公路上去了啊 开到哪里算哪里吧 对吧 但是挪威嘛 就是太冷了 那个地方 它不像呃 你要是在菲律宾 在什么什么 泰国这种国家之外 你我找个地方随便 到哪个庙里 都可以睡一个晚上 都不对 那挪威不行啊 你在挪威 你哪怕在汽车里面 开着这个空调 你都可能不动死去的 那不行的 这时候我想到了这个 在斯特旺 有一个小城市啊 算是挪威的第三大城市 还是第四大城市 反正说 真的是个小地方啊 就一条街啊 这么一个地方啊 斯特旺 那里呢 我认识了一位 这个姓李的老板 这个餐馆老板 姓李 是广东人 这个人特别的好啊 特别这个和善啊 他就是 我就是连夜吧 反正就跟他打电话 就说我有急事要路过 能不能在你们家 待一个晚上啊 李老板这个人很随和啊 他当时是 好像是两个孩子吧 后来又生了两个 当时两个孩子 好像是两个女孩子 没问题没问题 你来吧 你来吧啊 这样子我就 就去了 这个李老板家里啊 说是待一个晚上 一待就待了两个星期啊 就开始聊天啊 讲这个 我的一些事情啊 李老板人也特别好 他太太也特别好啊 顺便讲一下 李老板的老婆 真的是个美女 还有另外一位 上海人的啊 那小提琴的 我一位同事啊 他的老婆 也上海人也是 漂亮的不这样 这些人真是 就是找了一些 漂亮老婆去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个上海 这位朋友的 他的太太 后来好像也是 就自杀了 我这个事情 也是弄得我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心疼啊 就是 还有 我在奥斯陆的一个 同学 后来也自杀了 这个同学 是在学校 唐古针的 一个英女同学啊 那些故事 在那个 在 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 有机会 我再讲吧 这些人的故事啊 今天我们在 集中讲这个吧 然后在这个 斯特邦啊 这个小城市 待了两个星期以后呢 我稍微安定了一下啊 我就 跟老李说 我说我这样子的 我决定回国啊 这个老李呢 他是开餐馆的 所以他有个仓库 他说没问题 你把你的 含不上的东西啊 你都拿到我这里来 放了我仓库里就是了啊 我说那我还是要出租金了 哎呀 是朋友了 他还是客气一下了啊 这是 我把东西放过来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呢 我有澳大利亚的经历啊 有挪威的经历 对不对 而且也有一些钱了 对吧 我现在再回到中国去啊 我给我自己担保 去美国读书的话 就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吧 那那那绝对就 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 我带不下去的话啊 那么就是美国就 还有一条路 对不对 一查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护照没有带 急急忙忙的护照 这个留在奥斯陆了 那我必须要回去拿护照 同时呢 当然我秦殿里的那些东西 也要处理掉 还有房子 那些把这些东西 总要处理嘛 好 那么两个清之后啊 我基本就拿进主意了 我回中国了 对吧 我算了 这个这个离婚吧 回中国啊 离开挪威吧 这个地方吧啊 想好了 然后我就回到昂斯陆 这个回到昂斯陆呢 发现这个房子里 已经空荡荡的了 这个安娜已经 把她的东西全部搬走了 什么都没有了啊 就剩下了一个 一个洗衣机啊 还剩下了 反正几样很重的东西 搬不动 搬不动的 连床她都搬走了 不知道怎么都搬走的 剩下了几样东西 就空了啊 然后呢 这个安娜留了一条信 就跟我说 她说你的护照 我已经帮你啊 拿到警察局去了 已经送到警察局 再申请你的 这个挪威户口 我是用你的 妻子的名义 去申请的 所以呢 按照法律说 你已经在这个挪威 待了这个三年四年了嘛 对吧 说申请下来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啊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就是说 你三个月之后 到警察局去 领你的新护照就可以了 等那个日期到 你去领新护照就可以了啊 这是讲我的护照的问题啊 他说 因为挪威是不承认 有双层国籍的 所以你的护照 必须押在警察局 你不能拿着你的护照 去申请护照 你必须把护照给他 所以那我回国 就是回不成了 也就是说 这个挪威护照是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把安娜都跟我想好了 给我办了 这是安娜给我做的一件好事情啊 就是他确实是想到这个 即使是要离婚的话啊 我们就是夫妻一场啊 也不是假的 对不对 都是真正结婚 恩恩爱 也是以 这个康康康康 也是四年过来 对吧 那么他帮助那么多中国人 获得自由 这也是他帮助我 作为一个中国人 虽然不是那么很中国人的中国人吧 获得自由的一个 他所能进的这个能力啊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非常感谢马利安娜的这个行为啊 虽然我真的没有要求他啊 我真的没有强迫他 真的没有跟他 有一个什么样的交易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是马利安娜 他当方面就这么决定 就帮我办了啊 这个护照就给他办下来了啊 就是我的父亲是怎么 怎么样变成这个这个 挪威人的 有些网友就提问 哎呀 走向自由 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找个羊婆啊 其实羊婆到处都是满街都是 你去找就是了 很多你你不找他的铺面 而来找到你对不对 关键是你自己的魅力 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魅力 你能不能抓住别人 而不是说别人存不存在 羊人到处的存在 满街都是 好 那么就是这个 是关于离婚的问题啊 安娜已经签字了以后 离婚的协议啊 签到了你啊 其实安娜说 你可以不签 啊 你任何时候想要我回来啊 或者是我们再要重新开始都是可能的 所以说我让你抓到手里 所以你是主动的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其实签不签 这挪威也无所谓 挪威是有规定 三个月分居以上啊 就算是自动离婚啊 同样的 你没有结婚证 你三个月同居在一起的话 在当时是这样 现在可能改了啊 在当时的话 你只要跟某一个人同居 三个月以上 有共同的弟子 有共同的银行账号 你就算是夫妻 就可以享受夫妻的待遇 也就是说可以移民啊 后来还搞得 承认同性恋 男的跟男的 女的都可以啊 我说我喜欢这个人啊 我们俩已经住了三个月了啊 我们有同 我们那个弟子是在一起的啊 邻居看着我们出途近近 对吧 那我就说 他是我的partner 叫Sangbo Sangbo in Norwegian 在挪威语 也就是说住在一起的意思 Sangbo Sangbo's Cup 就是说 Live Togethership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 就是这个在一起住的 这样的这个事实啊 那个也是可以申请签证的 所以说关于离婚的事情呢 就是安娜 就是这么跟我讲的 就是说呢 这个 签不签都无所谓啊 你要签的话 你自己安心一会 或者是你要交给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政府的话 那是那是你的自由啊 我好像是签了 这个自由没交上去 我已经不记不清楚了 反正离婚的事情 后来反正就是 就这么就这么就离了啊 反正跟安娜就 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再也没有见过面 从那以后到今天啊 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就是说 安娜从那个厨房的窗子 喊的时候 我的名字叫陈安娜 我永远都叫陈安娜 我永远不会改姓的 那个声音 是我听到了 安娜最后的声音 也是从他从窗口 看到我离去 以及我回头看他 那一瞬间 那一眼 就是我们两个最后的一眼 到现在 估计将来也不会再见面了啊 这些都跟安娜的故事 那么房子怎么办呢 我们两个留了个房子 对不对 安娜做的也很大气 他房子也签了两份合同 两份 一份就是说 归我 他说 但你要要的话 这个房子就是给你了 我已经签了字了 你只要签一个字 送上去 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你如果不要 这个房子给我 你就签那一份 你那一个一签的话 你留在这里就是了 我就会过来拿 到一定时候 我会过来拿 我会过来看 这两份是哪一份 如果说是归我的话 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了 以后的贷款 什么东西 对于房子怎么处理 你什么都不要管 这个房子里面 还留有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好像还有一个冰箱吧 我已经不记得了 好像是有几样重的东西 洗衣机 我还记得 其他的我都不记得 反正有几样东西 你让拿 你都可以拿走 房子房子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走 剩下的就我来处理 这个房子 我是签了给他的 这个 四年呢 我花了不少钱了 就是等于四年的劳动吧 整个四年劳动 在付那个 付这个房贷嘛 就是说 尽量想快一点 把那个付掉 虽然还有一部分房贷 没有还啊 但是这个房子 已经是有相当的账 价值是属于我们的啊 后来呢 得知就是这个 那很快就把这个房子 卖掉了 因为这个四年以后 这个房子就省值了 就涨得蛮快的 那个时候的房子 我们买的时候 当时是已经是 这个挪欧的房子 最低的时候 后来就开始移民 就敞开 怎么反正不知道 就涨得很快 安娜把那个房子 卖掉以后 还掉了这个 所有的贷款 剩下的钱 给自己在 奥斯罗不远的地方啊 大概几十公里的地方 买了一个小木楼 这都是我听别人讲的了啊 这是当时是跟这个 奥斯罗大学的 有些这个人 还有联系 是听到一些风 就是他在那里 买了一个木楼啊 就住在里面 这个把工作也辞了 安娜把大学的那个 西米苏的工作也辞掉了啊 因为就是那个事情 使得我们两个人 吵得很厉害嘛 所以他可能也是 这个事情上了心啊 觉得就是说 不愿意再跟中国人打架 还是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 那封公他也不要了 辞了 就是是专行在研究 他的那个神学去了 反正就是没有联系了 安娜这个人 就从我的生活中 就就就就就消失了 等于我就算 安娜大学毕业了 四年啊 一届 这一届 我就就就毕业了 呃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非常非常怀念 和感谢安娜啊 尤其是感谢他的父亲 给了我们一个正式的婚礼 感谢安娜改成姓陈啊 呃 感谢安娜给了我挪威的护照啊 这个这个 所有的吧 给了我这么多的教育啊 嗯 也感谢因为安娜嘛 才有这本书 对吧 我这些年一直在这个 有一种这个幻想啊 一种叫做妄想吧 我下次见了安娜 我我可能就投一句话就要问 呃 请问您贵姓 哈哈 因为我对她那个姓陈呢 一直耿耿入怀啊 就不知道她说永远不会改姓 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下次 如果有机会碰她 我就一直 诶 What's your name 呵呵呵 曾经说自己的老婆 然后见面说 What's your name 也是蛮搞笑的啊 呃 脸上笑 其实呢 心里在哭啊 心里在流血啊 哎 那么在这个房子里面 我找到了另外一封信啊 这封信是阿里达的母亲写给我的啊 这个信写的蛮长的 但是呢 这个主要的内容有三条啊 我总结出来一下 因为那个信我已经就不在家拿了去了 也找不到了啊 就是他第一是感谢啊 我托马力特给他带了四万克兰 我吓了一跳 我从来没有托马力特带给你那么多钱 对不对啊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啊 我估计就是几种两万克兰呢 就是我用了买遗书的那个钱 不是阿里达那个遗书啊 这个马力特标价两万克兰 那当时我就是说一嚷咬牙啊 就买了吧 对吧 那这两万克兰 估计是那个 另外那个两万克兰呢 我估计就是阿里达付给他这个买金子的 买我的种子的钱 我也不知道是全部还不是全部 反正就是说 反正就是说马力特确实是一个 还是一个蛮有良心的人啊 他最后就是你走的时候啊 给了这个阿里达的母亲啊 四万克兰啊 作为一个禁运的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了 妓女是为了钱去做那个事情啊 所以看了马力特还真的不完全是为了钱去做那个 他确实是有他的心中的一些 讲不出的一些原因吧 只能这样说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阿里达的母亲感谢我啊 委托马力特去找到了他的二女儿 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脱过啊 这也就是马力特把这个好事啊 这个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啊 就说呢 当时呢 他的二女儿呢 正好离婚了 所以呢 这个找到以后呢 这个二女儿就带着他的一个孩子啊 好像也是个女儿 就就带回去 跟他母亲一起过了 所以他母亲就不孤独了 对于母亲是有一个第二女儿 再加一个孙子 他们三个人又在一起生活了啊 这是马力特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这一点 我感到非常感动啊 尤其是马力特 把这个美名啊 就放到我的身上啊 做这次丹尼啊 我估计他也是想要 马力特的母亲相信啊 说你的女儿 认识这个人还是挺有良心的 对不对啊 可能是想对阿力特的母亲 有一个安慰吧 我估计是这样子的啊 第三个是讲的 关于我跟他女儿的关系问题啊 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对阿力特的这个结局啊 表示满意和安心啊 就说他死的好 那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有女儿陪着 那我的老公终于可以不那么孤独了 啊 因为他老公是孤独而死嘛 寂寞而死嘛 想女儿嘛 那么现在我女儿就陪我老公去了啊 那这个就很完美了 是吧 然后这也是完成了 我生我这个女儿的全部意义 因为我生我这个女儿的目的 就是要我这个女儿去 陪他爸爸啊 就是献给他的爸爸的 这个女儿就是给他的啊 而且呢 他不总说 他说如果阿力特不死 的话啊 而跟我一起生活了 他的结局可能会跟他是一样的 因为阿力特的母亲说 我知道你不可能爱我的女儿 你对我的女儿就像我的老公对我一样 仅仅只是同情 而我非常爱我的老公 我也相信我的女儿确实很爱你 那么怎么办 同情是不可能延续的 同情是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的 那到一定的时候啊 他说你如果跟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以后 那我的女儿阿力特为了抓住你 他也会用他自己的女儿 他说那么我的孙女会跟我的女儿是同样的命运 他说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我的女儿阿力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是最好的结局 但是我看了这封信 我真的也是蛮感动的 这些做妓女的 其实他老性都是拎得很轻的 陕海尼港接来是拎得轻 就清清楚楚 把很多事情就是感情归感情 肉体归肉体 怎么样归怎么样啊 该做了什么事情 都弄得非常有条理 这点确实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啊 就是妓女他真的也是人啊 就是他拖了那个动物的肉体以外 他的灵魂跟我们是平等的 甚至比我还高尚啊 说得难听一点啊 那么为了感谢玛丽特呢 我也去街上去找过玛丽特 因为我不想再到他那个地方去了 我就到街上去找 结果发现街上这个找不到玛丽特 玛丽特从街上这个消失了 问了旁边好几个妓女 他们也都说 最近好像没有看到玛丽特 这没办法 我才去了这个玛丽特族的公寓 而接待我的呢 是一位 个子蛮高大的 也是一个妓女啊 叫琳达 琳达告诉我 是玛丽特找到他 要跟他住在这里 因为玛丽特说 他一个人住得很 很孤独啊 玛丽特走掉以后很孤独 所以他就找到琳达 说一起住 所以琳达呢 也是从哪里来的一个 一个女孩子 也是战妓女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天就来了一个男的啊 带了个小孩 一个小女孩 好像是个两三岁 三岁左右吧 两个就大吵一通啊 最后那个男的就带着个女孩子 站到外面不走 外面冷得冷得不得了 就没办法 这个玛丽特就 就就就就就收了点东西 就就就就就就 就跟那个男的走了 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 其实是 玛丽特好像是这么一个消息啊 这个琳达这个人挺健谈的 他然后马上就跟我讲 他说你认不认为是原来这里 你住的那个叫叫阿尼达的 我说怎么了 他说哎呀 他死得非常的凄惨啊 他说因为他这个人啊 跟一个嫖客谈恋爱啊 谈上了 然后呢 怀上了这个嫖客的这个孩子啊 然后这嫖客也不要他 把他甩掉了 都想不通他就自杀死了 我说不不不 不是这个情况 他说你怎么知道 不是这个情况 我都哭笑不到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这个情况 对不对 然后说说 我听说 这个阿尼达在他父亲的缝墨旁边 挖了一个洞啊 然后呢 自己呢 把那个垃圾袋 套了两个垃圾袋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套在一起 捆在一起怎么样 就把自己塞在那个洞里面 然后就把那个洞堵上 哇 我要想起这个 克罗老师的这个 那些叫曼妮的那些狗啊 我我终不该跟这个阿尼达 讲那个曼妮的那些狗的故事 真的不应该讲啊 就这么走道的啊 就是说 打了一阵海螺银 然后把自己 放到这个垃圾袋里面 然后自己 躲到自己那个洞里面 把那个洞堵上 算了吧 回头还是讲故事吧 还是讲故事吧 那个琳达告诉我 就是这个 马列特 告诉他 就是说有一个 中国男人的 这个经验啊 这个味道特别好 他有时候会用他呢 喝咖啡啊 看来是真的 我都不迟到 我的经验 真的那么好 我知道是有好几个人 喝过啊 现在这个好像也有时候 会弄到咖啡里 拌一拌 也在喝啊 我不知道 哎 怎么这女人 有些人有这种嗜好啊 不要讲笑的话了啊 还有 还有就是这个 阿尼达 留给我的那一把小弟琴啊 也就是他最后留下的那把小弟琴啊 他是把那把琴做完以后 还没有装琴弦啊 因为他自己不会拿琴嘛 他就解决丑掉了 是后来我装上的琴弦 整个装配啊 整个最后都是我把它完成的 放着大姐的面 演做的那把小弟琴呢 那把小弟琴一直跟着我啊 但是呢 有一年我回湖南老家的时候 好像是在哪一年呢 不记得了 九几年吧 就是在长沙 就是有一场大火 大火 就把我那个小弟琴给烧掉了 当然阿尼达住的小弟琴呢 这个后来都卖光了 现在好像还有一两把吧 卖不卖都无所谓了 反正就是有个纪念吧 后来这个我把这个 奥斯陆的 这个韩伯朗的 我那些琴店里的东西 就全部都移到了这个斯特王岗 因为这个既然是 不要离开挪威了嘛 原来是想到 这个奥斯陆去搬家 对吧 就买了一个中巴车 买了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小巴士一样的啊 这个车 就装货的 就就把东西全放 还拉了好几趟了 一趟也拉不了 这样你就到斯特王岗就跟老李讲啊 我说我就干脆买个房子算了 当时就在斯特王岗就租了一个 呃房子 在老城里面租了一个房子 那音乐宣言很近啊 那是政府的房子租给我 是两层楼的 后来我就自己在市中心里就买了一栋 一八几几年的这个老木屋啊 后来老木屋就闹鬼的屋子 这个我的鬼故事里也讲过啊 在斯特王岗我的房子里面在闹鬼啊 那房子一八几几年的年年最后最早是什么时候盖都查不到那么老的房子 我在那里就就就就就呆了四年啊 这个完全是单身 没有女朋友啊 呃呃呃 基本上没有性生活啊 就是说出开就是说偶尔上外面去买一买以外啊 就是没有正常的那个女朋友 没有感情上的这种任何呱哥 就是怕了一心 就是说在那里呆了漫长的四年啊 那其中我也在这个贝尔肯 这个挪威的第二大城市 也工作在那里也买了一个 condo买了一个这个公寓啊 在那里建了一个自己的小作坊啊 就这样孤独的在挪威一个人待了四年 坚持了四年了 所以这样一下呢 就在挪威就是整共是八年 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之后呢 就是碰到了这个呃 一个日本的女孩子啊 当时的说是真是又漂亮又可爱 就是我变成我后来这个可爱太太啊 只有一个他的原因啊 我就才搬到这个日本来 所以从挪威搬到日本的过程 整个搬了两年 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一个是搬东西 一个是决定去还是不去去 还是不去结婚 可是不结婚 反复搞了很长时间 那事实上我在挪威住了十年啊 真正搬到呃 日本去是一九九六年还是九七年了啊 我在这个挪威 实际上我是待了十年的时间啊 漫长的十年了 当然在这个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由于是极度的这个孤独啊 所以身体也搞得非常不好 所以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到了夏天六七八三个月啊 我就出去旅行啊 所以每一到那个时候 一个是挪威那就是大家都放假没人了啊 这是挪威的物价真的非常非常的贵啊 你待着挪威就是钱 那么你开车到东欧去的话 那个时候东欧便宜的 像罗马利亚 熊华利这些国家 全都不得了啊 简直像不要钱一样 所以你出去玩了 你还省钱 就是弄个一省的话 还买很多好东西回来 还有就是去买提琴啊 都就一家家去逛啊 一边去找那些开琴店的啊 或者是有收藏的啊 就是买一些琴啊 买一些东西 所以每一年 我都要出去三个月 所以我写了一篇 这个邮寄叫做 开车乱游欧洲啊 开车乱游欧洲 也是一篇 呃 承认啊 少而不易的 这样一个邮寄啊 其中最最精彩的 我把它总结出来 叫做罗马利亚风情录啊 这个风 这是风子的风啊 罗马利亚风情录 这一篇是写的比较精彩的 以后有时间啊 有机会 我也想把这个 罗马利亚风情录 讲给大家听 因为我古迹很宽 我又要去罗马利亚了啊 那也是 呃 二十五年啊 你久久年不离啊 就是 二十五年没有去了啊 也不知道 我小说里写的那些人 现在还在不在啊 也是重新去 去感受一下吧 二十五年了啊 呃 那么在日本 生活了这个两三年后啊 突然从柬埔寨的一个 儿童救援组织 来了一封信啊 挺大的一个包 好像里面还有照片 还是什么的 像是阴影 阴影可可的 就是一包东西 就是柬埔寨的这个 这个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 我的地址呢 因为我到了这么以后 我还是跟艾琳的弟弟 有联系的啊 我一直跟艾琳的弟弟 保持联系啊 他有个弟弟叫 叫做叫做叫做Benson 啊 我就写信给了 他这个弟弟 告诉他 我已经在日本了啊 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弟弟呢 也没有给我回信 但是从柬埔寨 这个什么儿童 什么什么什么 中心就给我来 一封信啊 当时我就非常紧张 基本上我就不敢打开 为什么呢 我怕一打开 看来是艾琳 跟那个几十个孩子的照片啊 写上 我们都在等爸爸 那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那我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我当时还 还自己的孩子都没有 我那里有几十个 那我怎么办 所以当时的话 我就一直没有打开这个信啊 但是这个 从柬埔寨来的这一封 我敢肯定是 与艾琳有关系的 这一封信啊 一直封在里面打开的 还有就是这个 阿尼达的母亲的情书 sorry 还有就是这个 阿尼达的母亲 给我的 这封信 以及阿尼达 给这个 马尼特的遗书 还有很多 珍贵的东西 我爷爷早年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跟日本的一些 很重要的人物的来往 一些史料 我的日记 我的年轻的时候 照片 我的写的小说的手稿 因为以前是靠手写啊 没有打字机的时候 还有我的英文的剧本 还有我关于小提升学的论文 等等的吧 所有这些东西 都被我这个前太太 这个上个这个前太太 不说 呀 对 我们也怕 对